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受到疫情的拖累 中国经济受到重击 财政赤字也屡创新高 有消息指出 中央正讨论扩大今年地方专项债配额 到创纪录的3.8万亿元人民币 并且考虑将财政赤字的目标定在3%左右 高于去年的2.8% 香港经济日报引述彭博社报道 北京决定为了要摆脱三年疫情限制 房地产市场危机的经济体 提供更多的财政跟货币政策支持 特别债券是基础设施的主要资金来源 经济学家预计这将有助于推动 今年接近5% 或者是更高的经济增长 地方政府也正承受巨大的财政压力 土地销售收入大降 向企业提供税收减免 以及要增加防疫方面的开支 不过对此中国财政部并未回应置评的请求 综合媒体报道 由于不断增长的支出跟清零政策下的收入萎缩 2.22年的中国财政状况呈现赤字的新高 根据中国财政部的计算自今年1月到11月以来包含了一般公共预算跟各级政府的资金预算 财政赤字总共来到了7.75万亿元人民币 就数据来看过去11个月以来中国一般公共收入减少了3% 仅达到了18.55万亿元人民币 买卖房产缴纳的税收则减少了23.8% 而今年一般公共支出则来到了22.73万亿元人民币 另外中国因为长时间的严格风控导致消费者减少开支 在11月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比起去年下降了5.9%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则从10月份的5.5%上升到5.7% 工业生产失去动能之外 在建筑、机械跟其他固定资产的投资也呈现傍晚 经济学人的预测则担心随着放弃清零 迅速开放所导致的通货膨胀 报道当中提到明年中国可能会出现报复性的国际旅行 而当中国开始再次的蜂拥出国 外汇储备减少以及人民币贬值将会势不可挡 在蚂蚁集团公告宣布 创始人马云不再对该集团具有实际控制权之后 中国电器业巨头小米创始人雷军 也退出了两家小米的关联公司 让外界担心即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在日前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发出了将要力挺名气的信号 但是否会确实落实 恐怕还要画上一个大问号 综合媒体报道 根据企业信息数据库天眼查 雷军近日卸任了小米影业公司董事长的职务 小米影业成立于2016年的6月 经营范围包括了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 电影发行跟演出经济等等 此外雷军也卸任北京甜蜜科技的董事 北京甜蜜科技成立于2015年7月 经营范围包括了计算机软件 硬体跟网络技术开发 委托加工笔记本电脑周边配备 计算机系统集成等等 由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持故70% 公开资料显示 该公司为小米笔记本生态链的企业 相关消息传出之后 截至9号收盘 小米的股价大涨了7.65% 报12.08港币 雷军选在此时放掉两家小米关联公司 也受到了外界诸多揣测 因为就在几天前 蚂蚁集团刚发布公告指出 创始人马云及其一致行动人 将分别独立行使股份表结权 换句话说 马云不再对蚂蚁集团具有实际的控制权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财经 根据业内人士的测算 调整之后 马云的表决权比例从53.46% 降到了6.208% 公开信息显示 杭州军汉跟杭州军澳 都是蚂蚁集团的员工持股平台 两者分别持股31.04% 跟22.42% 两者合计持有蚂蚁集团 53.46%的股权 这次调整之前 马云通过了间接控制 签署以致行动协定等方式 控制了杭州军汉跟杭州军澳 拥有蚂蚁集团53.46%的投票权 以较少的个人持股 成为蚂蚁集团实际的控制人 除了调整主要股东投票权 蚂蚁集团还宣布计划继续引入第五名的独立董事 实现董事会中独立董事过半数 同时蚂蚁集团相关管理层成员不再担任阿里巴巴和伙人 进一步的提升公司治理的透明度跟有效性 强化与股东阿里巴巴集团的隔离 纽约时报报导 马云是在中共对大型科技企业 进行前所未见的打压之后 决定退出他创立的这家公司 中国政府已经把马云的蚂蚁集团 及其姐妹公司 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 作为二次互联网巨头影响力运动的早期打击对象 这两家企业曾经是马云网络帝国皇冠上的民主 中国官员曾经迫使 蚂蚁集团取消本来计划在2020年的首次公开募股 后来又以垄断为由重罚阿里巴巴182亿元 去年蚂蚁集团表示将按照政府的要求 对业务进行重大的整改 来解决监管机构对其不公平竞争 跟大量收集使用者资料作法的担忧 蚂蚁集团的旗舰应用支付宝 是在中国有超过10亿用户 但是随着当局严格审查金融科技行业 可能给国内更广泛的金融体系 带来的潜在风险 支付宝的影响力及其规模 已经使其成为中国政府担忧的焦点 后来在蚂蚁集团原定于2020年公开上市前不久 监管机构突然叫停了 它当时估计高达340亿美元的IPO 那本来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蚂蚁集团已经按照中国当局的要求 对于下属公司进行了整改 上个月监管机构批准了其消费金融贷款业务 增加注册资本105亿元的计划 并且同意了杭州市政府的一个部门 成为蚂蚁消费金融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公司注册成本的增加 克服了一个关键的监管障碍 使其能够发放最高5000亿元人民币的消费贷款 德国之声综合媒体报道 东方资本研究总经理克里尔对此表示 马云离开他创立的蚂蚁金服 显示出中国领导层削减大型私人投资者影响力的决心 虽然官方评估表示 蚂蚁对于金融系统构成的风险很小 而且在为小企业安排贷款方面很有效 而小企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尽管一些分析家表示 放弃控制权能够为该公司恢复上市扫平道路 但是碍于上市监管的规定 蚂蚁集团7号宣布的结构调整 可能导致其上市进一步的延迟 中国国内A股市场要求企业在变更控制权之后 必须要等待三年才能够上市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跟香港交易所 则分别得要等待两年跟一年 波达克咨询有限公司总裁克拉肯分析指出 马云不再是控股股东 显然是很重要的 理论上来讲 这将为上市扑平道路 假设另外一个关键问题 资料监督所有权也都得到了解决 由于中国经济处于非常微妙的状态 政府正在寻求发出对于增长的承诺 而科技私营部门是增长的关键 至少蚂蚁投资者在经历长期的不稳定性之后 如今可以有一些退出的时间表 如今有迹象表明官方的控制很有可能出现松动 重庆银保监局日前发布了 关于同意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增加注册资本及调整股权结构的批复 同意蚂蚁销金增资105亿元人民币 将注册的资本由80亿元增加到185亿元 批准的消息使得阿里巴巴的股价 在香港交易所飙升了将近9% 其他科技类公司的股票 也因为政府可能放松对行业的打压而上升 阿里巴巴11月的最新盈利资料显示 第三季度亏损了206亿 该公司也一反常理 没有要公布202年双十一购物节的全部销售资料 纽约时报指出 中国政府在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下 近年来一直试图强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 包括控制那些积累了巨额财富 但是被视为影响力超越了允许范围的大亨们 马云曾经被中国捧为成功的典范 但是后来跟中国政府的麻烦越来越多 特别是在他2019年底 公开地批评了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之后 近年来他已经基本从公众视野消失 马云一直保持低调 只在此善活动当中露面 偶尔前往海外旅游 此前有传言指出 马云低调隐退之后定居在日本 根据泰国媒体报道 马云这个礼拜现身在泰国的曼谷 中国突然放松疫情管控 外界对于各种原因多有揣测 有人说是因为白纸运动的抗疫声浪震惊了中南海 也有人说北京内部疫情早就已经失控 让官方别无选择只能够放松管制 现在有一种新的说法出现 中共中央原本没有打算一下子全部放开 而是想要循序渐进放弃清零 但是地方政府错误解读新失调 以为中央希望加快开放的脚步 于是各地展开进竹 迅速地放弃清零政策 生怕落后给其他的地方政府 英文媒体外交家7号发表了一篇题为 北京如何意外结束清零政策的评论文章 内容写到 2022年12月 中国终于结束了严厉的清零政策 突然开放之后 阳性病例跟死亡人数俱增 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一直困扰着各界 因为在不久之前 官方媒体还在称赞清零政策 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防疫方式 更令人惊讶的是 清零政策实施了三年 但是北京当局说放弃就放弃 而且从医院人满为患 药品被抢购一口 活化场一味难求的情况来看 中央跟地方政府显然对此毫无准备 清零政策无疑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动员能力 因此有人可能会问 如果中共可以动员其干部实施将近三年的封锁 跟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那他为什么不能够让放弃清零的过程更加平稳地度过呢 对于这个问题 文章认为答案就在于动员运动的特点 他通常鼓励地方政府采取两种行为 首先动员是一种路径依赖的过程 中央政府只是地方政府专注于一个政治的目标 由于担心达不到目标会受到惩罚 地方政府会加大极端政策的实施力度 来证明自己的投入 让上层的评估人员感到满意 其次动员鼓励地方政府来推测中央政府的政策重点 因为动员运动通常反映了最高领导人最紧迫的关切 干部们害怕在政治风向当中站错队 并且没有足够快地对领导人的意图做出反应 因此他们会收集所有可能反映最高领导人政策偏好的信号 并且在确认之后全力地实施 因此发起一场动员运动极其困难 中央政府必须在不损害动员本身的整体正确性的情况下 同时表明改变最高领导人的具体偏好 因此地方官员在面对到相互矛盾或者是令人困惑的信号时 往往会谨慎行事并且遵循依赖路径 比方说毛泽东在1959年卢山会议期间的最初目标 是要去极端化大要境 然而彭德怀对大要境的批评被毛泽东视为人身攻击 导致全党对彭德怀的反党集团跟右倾干部进行清洗 伴随着这些相互矛盾的信号 地方政府本着宁可安慕忧的心态 加倍地进行激进的经济政策 但是如果中央政府发出了打破路径依赖的明确信号 地方政府可能会将其视为动员的结束 回到大要境的例子 1962年的七千人干部会议跟随后的西楼会议 暴露了领导层的分裂跟毛泽东在日常决策当中的边缘化 毛泽东退到二线以及刘少奇 邓小平跟陈云等温和派领导人的崛起 使得地方领导人相信大要境已经结束 回到清零政策 文章指出 根据中国卫生系统内部人士透露 北京的目标是在二十大之后逐步地修改清零政策 目标是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措施 以最小的成本来恢复正常 放弃清零政策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11月 2022年11月11号 中央政府发布了加强新冠疫情控制的20条规定 旨在调整过度的封锁措施 然而这20条给地方官员带来了困惑 因为他跟二十大上对清零政策的有力辩护相互矛盾 二十大报告宣称 中国将毫不犹豫地继续动态清零措施 党代会上还提拔了上海严厉封锁措施的执行者 李强为政治局的常委 并被推定为下一任的总理 因此大多数地方政府本身宁可安慕忧的心态 加倍地采取封锁的措施 不过这当中有一个例外 11月13号 石家庄决定终止强制性核酸检测 跟对访问公共场合的限制 根据石家庄市委书记介绍 该决定是基于二十条做出的 但是由于新冠病例迅速地增加 石家庄在二十号重新实施的严格的封锁措施 包括了全市强制性的核酸检测 在石家庄失败的实验之后 地方政府继续地采取严格的封锁措施 然而11月24号乌鲁木齐公寓火灾 以及C后全国范围内的反封锁抗议活动震惊了中央政府 面对到愤怒的人群高呼反对清零的口号 一线的社会工作者开放了封闭的社区 允许人们聚集在街上 与此同时在抗议活动的头几天 地方官员没有收到北京方面关于处理局势的明确信号 结果许多地方政府承认了抗议者要求降温的要求 包括了面对试图冲击政府大楼的抗议者 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杨巴森 承诺将在隔天中午结束对低风险社区的封锁 并且跟居民代表进行对话 这些让步迫使地方官员调整他们的封锁政策 在没有来自北京的明确信号的情况下 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根据他们对中央政策的解释 实施了相互矛盾的政策 12月1号广州结束了全市封锁跟强制性大规模的核酸测试 继广州之后天津跟北京也很快地解除了封城的措施 然而合肥跟锦州等其他城市则是继续地加倍采取严格的封锁措施 锦州市政府甚至声称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清零但是决定不这样做的话 那将会是一种遗憾 在其他地方地方政府宣布要结束封锁 但是实际上仍然在继续地采取封锁措施 包括了乌鲁木齐市政府在火灾跟抗疫之后 声称要结束封锁 然而当地居民抱怨说 当地政府仍然还在执行其他的规定 限制民众出门 面对各地方政府之间的执行冲突 北京终于发出了额外的信号来澄清混乱 12月7号国务院发布了新十条 这是中国新冠防疫政策的新指导方针 中央政府的初衷是回到2020年底跟2021年的 精准遏制新冠模式 而不是完全地结束清零政策 新十条旨在通过强调科学跟精准实施 来打击在中国各地引发大规模反清零抗疫的极端封锁 中国国务院发言人也强调 政策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全面的开放 相反的该政策将通过采取小步骤来逐步的改变 但是地方官员并没有执行新十条 而是选择了全面开放 新十条要求地方官员根据建筑物跟家庭来划定高风险区域 但是地方官员完全停止划定高风险区域 他还要求对新冠患者进行家庭隔离 然而地方政府并没有强制执行这项规定 因此测试呈现阳性的人仍然可以前往公共场所 一些地方政府甚至要求官员在检测呈现阳性 并且出现发烧等症状的情况下继续来工作 换句话说匆忙的开放不是来自于北京 而是地方政府在解读中央政府的信号 并在政策执行方面领先于北京的结果 文章指出在采访不同地区的中国地方干部时 他们都把新十条作为分水岭 它代表了来自于北京的风向转变 然而他们都不认为这是北京的唯一权威声音 新十条被归类于通知 在中共文件的等级制度当中 通知并没有约束力 它仅是向地方政府提供参考的资讯 地方政府可以决定如何利用跟实施它 因此他们必须从自理行间来解读它 并且将其与其他信号来结合起来 破译他们认为北京的真实意图 一位官员指出中国知名防疫专家钟南山表示 作为主要信号 99%的新冠患者将在7到10天之内康复 另外一位干部认为 结束强制性大规模核酸测试 跟健康法规要求是强而有力的趋势 还有干部们将新十条确定为北京对广州 跟其他先行者的肯定 促使他们采取自己的开放措施 换句话说 地方官员将这些信号解读 为北京打算迅速地结束清零政策 而不是小步的前进 因此他们急于推出措施 生怕被甩在后面 一位一线的社工表示 新十条发布之后 他们当地的领导告诉大家 清零已经结束 每个人都应该回到他们原来的职责 面对地方层面的突然开放 北京意识到事情已经成了定局 他所能够做的就是接受事实 12月26号国务院发表新通知 明确地方层面的开放 通知删除了高风险区域化电 跟检疫执法要求 他还重申了强制性大规模核酸测试的结束 总体来说 北京采取了地方政府的快速开放 并使其合法化 而不是试图重新控制地方 并且强制实施渐进式的开放 北京自2022年11月以来 对于新冠疫情的政策调整 凸显了控制动员活动的难度 地方政府有自己的代理机构 往往会根据来自于北京的信号 推测中央政府的政策偏好 中国试图要淡化动员的失败表明了 中央政府没有办法像水龙头一样 来微调动员运动的方向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于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